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霆 法国巴黎遭到连续恐怖攻击之后 欧洲各国提高反恐警戒 日前比利时展开第一波反恐行动 大举搜捕回教激进组织引发枪战 击毙两名嫌犯逮捕13人 初步排除该组织与查理周刊事件有关 经过一连串突袭和拘捕行动之后 比利时政府在可能遭受恐怖攻击的地区部署军队 未来几周警力还可能加倍 法国巴黎发生恐怖攻击后 欧洲各国无不提高反恐警戒 比利时日前展开反恐扫荡行动 警方缤纷多路 在全国各地发动十多次突击 其中靠近德国边界的东部城镇 博威尔 警方在一处公寓 看武装分子爆发枪战 两名疑似为圣战室的男子遭到击毙 另一人被捕 比利时检方表示 警方在公寓里不仅发现枪支和弹药 还找到警察制服 怀疑武装分子背后有庞大的网路系统 计划杀害街头巡逻的远警 或是攻击警察局 比利时这一波的反恐行动 总共拘留13人 目前排除这些人和巴黎查理周刊 遭到恐怖攻击的案件有关 至于嫌犯的身份 国籍 检方以影响办案为由不愿多谈 只表示其中有些人曾经前往叙利 受到反恐行动的影响 比利时政府已经升高部分地区的警戒 也有多经犹太学校也基于安全理由 实施停课 张社综合报导 火光山开山宗长新明大师 菲律菲律宾看望信众 适逢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菲律宾 和宗教界领袖举行跨宗教对话 新明大师虽在受邀名单中 但因年长行动不便 且为了提心后辈指派弟子绝陪法师与会 新明大师肯定跨宗教对话 他认为宗教都是劝人向善 宗教间就如兄弟朋友一般不是对立的 宗教又重要不是仇人 这个等于是大校里面 文校约 理校约 狗校约 理校约 这个研究的内容不同 大家素徒同归 所以我觉得宗教与宗教之间 和谐 和平 和好 绝背法师代表新明大师 向教宗致意与表达问候 并转达大师期望 宗教间能彼此融合互动与交流的理念 我们希望持续的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宗教交流 那么也希望邀请有机会的话 这个教宗能够拨容 甚至就已经在菲律宾能够来到我们的寺庙来访问 那么基于这一点 我想教宗他首先也表达了对大师的一种祝福 他要我跟大师问候 那么另外也表达了 如果他有时间许可 他很愿意来 绝背法师会见教宗时 曾发生一段小插曲 由于受邀名单上写的是星云法师 因此电视台播报员便把绝背法师误认为星云大师 还大感惊讶大师竟如此年轻 直言是不是练太极的缘故 佛光山和天主教关系一向友好 星云大师早年曾和洛望宝禄二世 以及本堵十六世两位教宗见过面 也在开示中向信众赞扬 教宗探视灾民是救苦救难的行为 另外星云大师也会见了 祝菲代表林孙焕夫妇 畅谈宗教以及人道援助等议题 庄社记者林行健 马尼拉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汇十六场封卖告别演唱会 掀起全台歌迷疯狂抢票 江汇经纪人陈子红宣布确定 加开酒唱 怠念江汇的亲笔心 在衡量抢递时间 与我个人体力的条件下 我决定再加开酒唱演出 请大家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除了晕眩的毛病外 我的健康没有问题 也不用心疼我的家常是被逼迫或绑架 你们喜欢听我就开新场 看到大家的笑容我就觉得很幸福 江汇2015年演唱会增加场次 八月在台北加开五场 九月在高雄加开四场 一共九万张票 一月二十五号中午十二点 网络同步开卖 不开放现场购票 每人限购四张 加场演唱会改由红机云端服务 接下售票重任 购票分成两阶段 从一月十九号开始到二十四号 开放民众至售票网站登入会员 并在预购单上选出五场 符合自己期望的场次和票价 一月二十五号开卖日当天 发送预购单 再由售票系统进行配票 但先前发生宽宏售票网站 同时吸引三十万人次上网抢购 造成系统瘫痪 红机云端服务董事长对此表示 将尽力为大家服务 我们所有的邮料都会把它接收下来 但以先后瞬息跟自愿的瞬息 来及时来拍位 网络的世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万一没有意料到的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有团队就及时的来处理 可能没有意料事情发生的状况 应该怎么样 但是最终的就是以诚信跟专业 还有面对整个大家公平的 这样一个条件之下来做努力 日前的抢票大战 不仅高红售票系统瘫痪 黄牛大肆轰台票价 现场排队更是冲突不断 不过先前领取号码牌 现场排队没有买到门票的民众 将不会列入这次加场的优先预约单 中央时间 两国军蔡玉婷台北财宝报导 强力含流又一波 粉丝热爱的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主持区 终于来台举办见面会 展现亲和魅力 太可爱了 Running Man从2010年开播至今 急急有梗话题不断 他没有固定节目形式 有时还请来大咖艺人 不计形象在节目中搞笑 节目收视率毅力必要之外 主持群魅力更是延烧亚洲 机会主持各有特色 其中在南韩有国民主持人支撑的刘再席 更是自2013年以来 第一次出席粉丝见面会 由于机会难得 更让这次见面会门票 开卖立刻秒杀 Running Man成员间互相背叛 虽是节目常态 但其实私下感情超好 记者会上玩快问快答 互相吐槽更是毫不客气 金中国最爱生气 宋志肖是迟到大王 没来台湾的Gary 更是躺着也中枪 被选为最丑成员 我也说不通 names 我认为访问 那以为访问 我们去年讨论 我们都要对外面 我们都要看 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总谈 我们的总谈 我们的高纳 人 我们的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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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人 這次Runningman來台七缺二 但成員們為在台大體育館舉辦的粉絲見面會 可是準備充分 可是準備充分 主辦單位也特別送上台灣形狀的蛋糕 中間還有象徵Runningman的奧 沒想到一出場蛋糕就灑了一地 雖然吃不到蛋糕 Runningman成員還是對熱情的台灣粉絲留下好印象 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再訪報導 中央世界的蔡玉婷 范逸佩 台北報導 一言隨唐日前才與男友Tony公開放山 兩人交往不到一年 近期就傳出已在美國賭城登記想婚 隨唐在出席精品的記者會上大方承認這個好消息 並表示一切來的有些突然 但遇到了對的人攜手共渡人生很自然 其實一切發生的我也是不在我的預料之內 那就是可能就是一個碰到對的人 那很多事情就會變得很自然而然 隨唐表示結婚雖然是喜事 但考量外婆才剛過世 為顧慮家人感受才會比較低調 婚後也暫時不會舉辦婚宴 但仍謝謝大家的祝福 我的外婆上個禮拜才過世 所以其實家裡面我很需要去保護我的媽媽 還有很多家人的一個感受 所以就雖然是喜事 我也非常謝謝大家的祝福 我也收到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那我真心的很感謝 但是就是還是希望這件事情能夠 比較安靜的處理就比較安靜的處理 也尊重我的外库 隨唐透露他和Tony的相處很平凡 但很真誠 也謝謝老公對他工作的尊重 至於各界關注的做人計畫 隨唐說等拍電的工作結束 不排除迎接寶寶的到來 招設記者張新維 李星雲 台北報導 帶您關心更多國際消息 美國總統歐巴馬20號 將在國會發表年度國情諮文 預料將聚焦推動稅改 透過對富人和大型金融機構加稅的方式 增加超過3000億美元的稅款 藉此改善稅制漏洞 提振中產階級所得 歐巴馬更將在演說兩天之後 在YouTube接受網友線上提問 讓民眾有機會了解他們關切的議題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感謝你們 繼續 後來 看 Grow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